比赛场上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二十二晚间魏全龙对统一时的比赛 就出现不少插曲 先是附近的公庙在放烟火 让大量的烟雾飘进球场 场上一片雾蒙蒙 比赛还因此暂停 而且突发状况还没有结束 下过大雨的球场出现好多的飞椅 不止场上选手受到影响 休息室的球员也找来各式各样的道具 要赶走这些不速之客 一阵烟雾突然飘进棒球场 现场一片白茫茫 裁判赶紧喊出阵庭 要找出凶手是谁 原来是球场附近公庙施放烟火 大量白烟飘进场内影响比赛 不过这一晚的花莲球场状况还不止这一桩 因为赛前下大雨 比赛到一半出现了大量飞翼 这个数量多到选手开始 是不断地拍打自己身体上 可以看到马斯格斯用球帽去扇 场上的球员每个人不断挥呀挥 都想要赶走这些不速之客 而场边休息室的队友们 则是找来各种道具来取宠 不晓得从哪里找到那个船桨 这个你可能打不完吧 有人拿船桨 有人拿出电文拍 大师兄林志胜更拿起毛巾化身成 Bruce Lee 大师兄发功了 看能不能投过这样的发功的一个机会 等一下上来打气汇报速度会更快 如果真的让球评东哥说中 大师兄在球队还以一比三落后时上场带打 果然一棒进攻 抓第一球 敲到棒头 落地心存的安打 李凯威回来得分 龙队追到二比三 只剩下一分落后了 敲出安打追回一分 林志胜上磊后 兴奋表情表露无遗 可惜最终龙队反攻无力 最后就以二比三 一分不敌统一失 华社新闻刘俊南阳智赋报导 晚节九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 六十分钟掌握全球脉动 What News 9 陈亚玲世界广报 给您崭新视野